各位网友、各位同胞 大家好,我是老平兰 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那么现在我们的生活非常不容易 我们能活下去 这是最大的恩赐了 在这个由黑暗势力主导的世界 给人类社会带来了非常大的灾难 但是有一点我们值得庆幸的是 中俄摒弃了一些猜忌 结盟了 大家在各自战线上 在反攻黑暗势力 有魔鬼统治的西方 正在节节败退 所以我说各位 这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西方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正在急剧下坠 那么这一集说两个层面 说两个方面 一个是俄乌战场 美国对这里的表态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南海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副司令 帕利 应该是 我记得应该是少将吧 还是中将 帕利将军 在马里乌波尔的解放的过程当中 震争了 那么美国也针对俄罗斯 释放这个超高音速导弹 做了一番评论 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 阿贵利托 阿贵利诺 亲自坐上P-8A 巴塞洞 反潜侦察机 进入南海 在南沙西沙附近盘旋 他也要学习 俄罗斯人 这种勇敢的精神 清明一线指挥 大概是前段时间 被老兵来往给贬低了 我说俄罗斯的将军 都是少将中将 全都是压到一线去指挥的 那有的人说这样不太好吗 还是苏联的方式吗 苏联时候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跟各位讲 你只有这样的方式去指挥 才指挥得好 美军 大家要知道 他们战区司令 和参谋党联席会议之间 会勾心斗角的 因为都想争功 明白吧 也就是说 你说是说 比如说像在中东打仗 由中央 他的中央战区司令 来负责的 但是这些行动 都要打电话给 参谋党联席会议 由参谋党联席会议主席 来评估下命令 那么这个里面呢 就有很大的问题 在这个里面了 涉及到利益 邀功行赏 晋升 等等等等 那种勾心斗角式的政治 很多人啊 没出过国的 以为啊 中国社会很复杂 中国社会 人际关系 复杂得不得了 但是我跟各位讲 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复杂 它是明着来的 也就是说 你知道要去拜谁的把头 要走谁的后门 对不对 谁有权 谁有事 一目了难 是名字的 是名牌的 那么美国社会呢 也很复杂呀 我以前就讲过啊 很多美国的网友 同胞都说 美国社会是真的复杂 因为美国社会是安排的 它的政府背后 还有深层政府 你这个警察局长 或者是当地的这些议员 很多都是双重身份 表面上 是这个秉公执法 正义领蓝 六亲不嫩 大义灭亲的 这些 这个官员 但是背后呢 都是为各种 暗黑势力 黑社会势力 犯罪组织充当保护散 所以说 他们更加讲圈子 我在法国 我对西方的时候 因为我在法国 毕竟是 我们是在主流的这个里面 君啊 井啊 正啊 这一块里面 我比较清楚 他们这种圈子 也是有自己圈子的 也是有自己的这个玩法的 当然不像中国 晚上吃完饭 晚上卡罗OK 对吧 叫几个小妹 去婚场子 对吧 弄一弄 生意啊 事前就谈成了 对吧 或者第二天早上 到办公司里面去 公司公办 那西方他 也有这种圈子 他不玩这个 这个东西 他们就是在 别墅里面 开这个轰 轰 轰趴 这个 一些老头 可能叫一些 这个 洛丽塔 大概 未成年少女 他们开始在那享用 然后 这个 现在 就是新左派 他玩的呢 就是什么呢 就叫 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 明白吧 就是 你男的 你体内要有 拜登 你奥斯丁体内要有拜登 拜登体内要有布林肯 布林肯体内要有这个雷蒙多 雷蒙多体内要有这个克林顿 他们是搞这个东西 你明白吧 他们是搞这个东西的 所以说他们这种圈子 就是这样 你现在进民主党 进美国民主党 你必须要玩这种东西 所以我说过 那个白宫 你都搞不清楚 一边在那边开车会 一边 他们坐在那个 那个 那个 总统办公室之前 前面不是有一排那个沙发吗 两排沙发吗 你不是说 那个佩洛西 他们坐在那边 在那里干些什么事情 明白吧 所以这个 你想想看 这么一群 这么放得开的 这么没有 人理道德的人 他操纵的这个美国 你想想看 对吧 你自己想想一下 如果你 去打掉人理了 儿子可以跟妈搞 老爸可以跟女儿搞 儿子跟老爸搞 对吧 那你想想看 那这样的一种状态 你是不是什么事情 都干得出来了 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国什么事情 都干得出来 就是这个原因 尤其是新左派 他现在虚假信息 是政治正确 CNN 对吧 连台湾的网友都说 现在怎么感觉 美国这个CN 就是台湾的 这个什么的 自由报 牛逼报 没错 虚假信息 是政治正确 他 你不能说 他是假的 他说 这个叫做 斗争策略 你让他没办法 只要 我开新闻 我开报社 是来盈利的 那 真的新闻 引起不了 你们的兴趣 那我就报假新闻 让你们爽的新闻 所以说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愿意看自媒体 而不愿意看 他们这些媒体 为什么 自媒体 还是比较真实一点的 即使引用错误信息 也是会道歉 跟这个大家打招呼 纠正 但主流媒体 他不会的 他不会说 不好意思 我刚才那错误信息 不会 你出来看不到 对吧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一则消息 那么先看看 这个俄罗斯的 另外一个消息 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看之前呢 这一则消息 给大家来念念 美防长回应 俄首次在乌 动用高超音速导弹 不会改变游戏规则 俄罗斯宣布 俄军首次在俄乌战争中 使用超高音速导弹 美国防长对此做出回应 称不认为 这会改变游戏规则 但是奥斯汀警告说 他无法证实或质疑 俄罗斯是否已经部署了 这种导弹 奥斯汀对美国 哥伦比尔广播公司 CBS政论节目 面对全国节目说 我不认为 他使用超高音速导弹 会改变游戏规则 我再次认为 他俄罗斯总统普京 受诸于使用这类武器的原因 他使用重振俄军的士气 你可能会问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做 他的精确制造弹药 难道不够了吗 精确制造弹药 无能机上面的这些导弹 这个价格贵 这个好生产 还是超高音速导弹好生产 价格贵 对吧 所以说现在我跟各位讲 你都听不到真话 你懂吗 而且这个奥斯汀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可能老粉都听我说都知道 这个新粉可能不太清楚 这个奥斯汀 他是个老同志 他有老公的 你看看 长得五大三出的这样的一个黑汉 他有老公了 你怎么知道他上节目前 有没有梗过一些东西 有没有吞吐过一些东西 有没有被 这个倒过 对吧 他做出一些女性的动作 然后他老公 倒他 那这样的 他的这个思维状态又是不一样的 我跟各位讲 他们这些LGBTQ的思维 跟正常人都是不一样的 你明白吧 因为你在你的性这一块 你使用的是 跟别人不一样的一种套路 那你的整体 看待世界 看待事物的那个套路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他说这个话 我感觉有点忽言乱语了 第一个 你说不会改变游戏规则 那你的军令系统的最高长官 马克米利说 这就是斯普特尼克时刻号 对吧 时刻 斯普特尼克时刻 是太闹口了 这是俄文 那 说明这已经出现颠覆的认知了 马克米利作为军令系统 你国防部长 他是属于军政系统 军政系统 米利是军令系统 他是负责 他是 就是奥斯汀跟米利 米利是军方的最高指挥官 所有的这个战术 全都是由他来指定的 那国防部长跟总统是来 这个指定战略目标 比如说把俄罗斯给灭了 那由米利来指定计划 怎么把俄罗斯给灭了 大家要搞清楚 所以米利说 我们没有办法防住这种武器 但奥斯汀说 它不会改变游戏规则 那它没有改变游戏规则 而你美国不敢射离飞区 你北约下的不敢用北约的飞机 北约的机场来开飞机 到乌克兰境内 当然这一次大家要知道 这一次的打仗 这一次的打仗 俄罗斯确实比较束手 束脚的 北约的这个空中预警机 不停地在这个沿乌克兰边境 在波兰上空这里飞 就是给这个波兰的 给乌克兰地面指挥官 给他们传达这个命令 因为它这个预警机 它可以很清晰地判断出 现在这个战场的态势 大家明白吧 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说美国也只剩下嘴炮了 然后它还同时警告普京 说俄罗斯敢用化学 要是用化学武器的话 那它就等着 西方跟国际社会的 怎么怎么怎么 又是放一堆狠狠话 现在美国 现在美国这些偷偷闹闹 除了他妈嘴炮狠话以外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对吧 人家你的美国领事馆 和美国空军基地 被伊朗打了两次了 全球鹰给你打爆掉 大家要知道 去年俄罗斯在叙利亚 也打爆掉一架美国的全球鹰 美国也屁都没放一个 美国的士兵 还被伊朗给申请过 他都没放屁 然后在这里说 俄罗斯 你要使用化学武器 我搞你 要搞着你 那人家俄罗斯 没有用化学武器 他们北 他们北约这些人 听着讲 你俄罗斯只要赶 一个鞋头冒 冒过北约 我们就要打你 人家俄罗斯 没说要打北约 美国说 我们将在北约的东义 向东欧增兵 人家俄罗斯 没说要打东欧 都他妈在玩文字游戏 这就是新左派 这就是新左派 玩文字游戏 那么俄罗斯的黑海舰队 副司令 在马里乌布尔战役中牺牲 一级舰长 副司令 安德里帕里 在乌克兰牺牲 塞瓦斯托布尔市市长 米哈伊尔 拉斯 沃扎耶夫 在他们Telegram频道上 宣布了这一点 宣布了这一点 那么他是个乌克兰人 然后呢 93年 他拒绝效忠乌克兰 加入了俄罗斯 北方舰队 那么现在 克里米亚解放以后 他过来当这个副司令 那么现在呢 在这个 马里乌布尔的解放过程当中 他阵亡了 因为他是压的比较前的 在前线指挥这个部队 参加这个战斗 所以说这种 俄国人嘛 这种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但还是说据实话 像这些 指挥官级别的 还是要这个 稍微注意一点 稍微注意一点 你是海军副司令 对吧 你这个 并不是这个特战队员 所以这一点 毛子有的时候 我个人感觉也有点 就是这个度 他没有控制好 因为你要知道 狙击手要找的 就是指挥官 就是指挥官 当然了 这个给士兵的士气 是大震的 我说过 士兵的士气 是一回事 这个战场 拥有这个 这个CPU在现场 指挥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这个的话 我们呢 要权衡力弊好 不能够像俄军 这些高级将领 顶在他妈太前面 又不能像美军那样 躲在他妈的大后方 所以说我个人感觉 在这个当中取一个中间指 应该是会比较好一点的 也就是说 你的指挥官 在战场 在战区 但是相对来说 不是顶在前线 可能是在二线 或者说是一线的大后方 我觉得这样是会比较好 因为毕竟这个情况 也是能够及时感知的 对吧 所以说这个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既能让士兵知道你在 但是呢 你自己也不处于 这个敌人的这个枪口下 对吧 又不 又避免像美国那样子 邀功行赏 勾心斗角那种情况出现 美军内部 包括法军内部 他的这个勾心斗角 这个都有拉帮结派 很严重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 一个重点 再看一个重点 这个重点是 美国的 我们来看看 美印太司令部司令 中国将南海 至少三个人工岛礁 完全军事化 据美丽社报道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 约翰阿奎利诺 我不好意思 我帮我更正一下 他还是印太 印太的司令 他比太平洋的这个舰队司令 还要再高 阿奎利诺 他是 我跟各位讲 这个印太司令部 就是针对中国来作战的 他的印太司令部 就是针对中国来作战 包括驻日驻海美军 驻整个印太地区美军 都是他来控制指挥的 那么这个人 他就是 我们的这个 头号 可以说是这个 面对的 军方面对的头号敌人 就是这个人 阿奎利诺 3月20日 受访时表示 中国已将其在存在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 建造的数个岛屿中的制造三个完全军事化 用反舰和防空导弹系统 激光和干脑设备以及战斗机武装起来 他指出 这一日益多多必人的举动 威胁着附近活动的所有国家 阿奎利诺 在采访中表示 这些怀有敌意的行动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过去保证在南海群岛推进的修建工程 不是以他国为目的 或给他国造成影响的活动 中国没有追求军事化的意图 形成鲜明对比 他说 这些努力是中国展示其军事力量的一部分 他妈的 只允许你美国 他妈全球 他妈的到处横行霸道 我们在我们自己九段线 领土内干些什么事情 你也要直说话脚 对不对 而且你知道吧 大家要知道 我给大家来看看 据报道 阿奎利诺 是在一架美国海军侦察机上 接受了美联社的采访 该侦察机 正在中国控制的南中国海 南沙群岛的前哨附近飞行 南中国海是世界上主权争议 最激烈的地区之一 这个主权争议是单方面的 不是 不是这个 中国双方面 因为这是事实 是一些狗屁国家 在美国的怂恿下 对我们提出的这个领土要求 这是无稽之谈 明白吧 在巡逻期间 美国海军的P-8A 巴塞隆号 巡逻机多次受到中国方面的警告 说他非法进入了中国领土 并命令飞机离开 其中一条严厉的无线电信息说 中国对南沙群岛以及周边海域拥有主权 立即远离以避免误判 但是美国海军巡逻机无视多重警告 在美联社两名记者硬要上级的短暂而紧张的时刻 继续进行侦查工作 一名美国飞行员通过无线电箱冲号回答 我是一架具有主权豁免权的美国海军飞机 在任何沿海国家的国家领空之外 进行合法的军事活动 他说 行驶这些权利得到了国际法的保障 我在行动时充分考虑到所有国家的权利和义务 但是说了一大堆 逼了一大堆 还是被我们这个战机给这个距离拦截了 据报道 当这家P-8A巡逻机在中国占有的珊瑚礁附近 低至4500米时 一些珊瑚礁在屏幕显示器上看起来像小城市 有多层建筑仓库机库海港跑道和据阿奎利诺说 是雷达的白色圆形结构 在永暑礁附近 可以看到有40多艘不知名的船只 明显停泊在那里 阿奎利诺说 如果威慑失败 我的第二个任务是做好战斗胜利的准备 他领导着美国最大的作战司令部 印太司令部 由38万名军事和文子人员覆盖36个国家和地区 还是搞来搞去 还是他妈的一股嘴炮 当然了 这个我们的头号敌人 这个军事方面的头号敌人 阿奎利诺将军 也是 这个给美军要打士气 加油鼓劲 自己亲自 模仿俄罗斯的这些将军 压到前线来 亲自侦查 军着可能被我们击落 被我们给这个 这个这个拦截冲撞的 半飞的这种 情况 他也要来 这个精神是非常的令人敬佩 但是他也会像麦克22一样 在这里被我们给打败 灰溜溜的逃回美国去 晚年过着非常凄惨的 晚年生涯 谢谢鬼子 谢谢 谢谢